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生于台北的费祥 母亲碧莉娜是北京人 那生于哈尔滨 而费祥的外祖母 籍贯是山东烟台 所以有人把费祥的籍贯 定为山东烟台 那1949年费祥的妈妈 随着前夫来到台湾 那到台湾没多久就离婚了 那当时他的妈妈 费祥的妈妈是担任 那个电台的播音员 那费祥同母义父的姐姐 也就是后来成为 美国音乐人的安雅菲利普斯 在1955年出生 那碧莉娜跟前夫离婚之后 在台湾与费祥的父亲费伟德结婚 那这个费伟德 是来自于美国匹斯堡的军人 当时担任美国驻台的武官 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报道 费伟德是耶鲁大学 亚洲文化博士 是为了研究东方文化 所以刻意地到美军驻日的 空军基地去服役 1954年 他带率领了一支篮球队 来台北比赛的时候 在邮局门口遇到了 这个气质高雅 身材曼妙的碧莉娜 也就是费祥的妈妈 那不但邀请碧莉娜 去看了一场篮球赛 之后四年就这样书信传奇 那费伟德呢 从日本申请转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担任武官 再次回到台湾 与碧莉娜共结连礼 那1960年的平安夜 升下了费祥 那比费祥大七岁 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娅 1970年代是纽约 无浪潮音乐的先驱 那费祥小的时候 因为父母都工作很忙 所以一直都是被姐姐照顾长大的 虽然费祥的姐姐也很讨厌 她这个小跟屁虫 因为要照顾她 自己就没有时间 跟同学一起出去玩 那虽然姐姐希望费祥 不要跟在自己身边 可是还是把费祥照顾得很周到 那1980年费祥的姐姐安娅 因为癌症去世 去世之前费祥还 她当时是美国医学系的学生 陪伴着姐姐一起治疗 可是在病魔的折腾下 几个月之后费祥的姐姐还是去世 那费祥受了很大的打击 也让她明白人生苦短 谁也不知道意外会在哪一刻来临 所以一定要用自己有限的一生 来完成无限的梦想 于是费祥申请转入了戏剧系 那1981年费祥回台湾 探望妈妈的时候 演出了导演张爱佳的台式单元剧 《11个女人》 从此踏入演艺圈 1982年加入百代唱片 与著名的制作人谭建祥合作 推出这张个人首张个人专辑 《流连》 谭建祥是1970年代 Ashing合唱团的best手跟主唱 那在西洋音乐圈是很有名的 1981年底因为这个Ashing音乐团解散 那谭建祥就担任百代唱片的制作人 那刚好百代签下一个年轻的中美混血儿 费祥 当时全公司也没有人看好费祥 但是谭建祥就觉得 这位歌手的形象健康 高大俊 嗓子也好 可塑性很强 于是谭建祥就跟妻子小萱合作 推出了费祥首张专辑《流连》 立刻大漫也为百代唱片建立了摊头堡 那费祥从1986年去中国发展 谭建祥跟小萱对他的演唱生涯 依然是很有帮助 因为费祥在中国所出的所有专辑 每张专辑里都有一首谭建祥与小萱合作的作品 另外费祥最早在中国所出的五张专辑 也都没有全新的创作歌曲 都是翻唱别人的热门歌 跟自己在台湾时候的旧作品 后来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 因为内陆各省的听众 也开始逐渐听到台湾的这些歌曲的原唱 再加上对费祥的新鲜感的丧失 也导致了费祥后来的三张专辑 就没有那么热卖了 那中国观众对于费祥的非议也逐渐的增加 认为费祥的成功只不过是投机取巧而已 和中国那些翻唱台港歌曲的 这种我们讲的叫口水歌手 也没两样 只是他的脸孔比较稀化 还有他在台湾长大如此而已 那2000年华士的超级星期天主持人陶金磊 透过节目是要寻找他少女时期迷恋的偶像费祥 制作单位真的远赴美国 帮陶金磊找到了费祥 那魁维14年的费祥 在超级星期天里面一露面 虽然人在美国 只是短短几分钟的录影画面 居然也为这个节目缔造了破纪录的收视率 让费祥付出瞬间成为台湾歌坛最热门的话题 唱片公司就把他以前的那些唱片 冠以什么费长祥念 还有念旧费祥 这样的名称竟然卖得比其他新专辑还好 那我们也不容讳言 中国的人口多 那他市场本来就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那个市场当然是更大 但是真正这个创 是一个创作的好环境吗 或许对艺人来说 就看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